欢迎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言讲故事 由英君儿育文化传媒与阿里文学联合出品 第691集 这种情况还是要通融下的 年轻人要是被骗 好手好脚的 派出所最多暂时收留两天 最后还是要靠受害人自谋生路 要是把人送到鹏城去 岂不是人人都能投机取巧了 但夏老太的情况比较特殊 跟着他出门的家里人全部失踪 他本人年纪比较大 之前还中风过 送回老家也没用 老家一个家人都没有 倒是有个儿子在特区工作 派出所一边帮夏老太办边防证 一边积极联系鹏城 要先和征荣集团联系上 否则把老太太送过去 没人接收怎么办 确认征荣集团 真有夏大军这么个人 确认夏大军和夏老太的母子关系 派出所要跑这么两个流程 夏老太的精神稍微定了定 扯着公安的手不放 公安同志 你们一定要把坏人抓住 把我儿子他救回来 他肯定遭大罪了 这老太太 乍一看让人很同情 就是不能待一起太久 您儿媳妇和孙女 您不担心哪 怎么看 也是妇女同志比较危险吧 男同志被拐卖都是做苦力 女同志就说不好了 特别是年轻的那个 就算到时候救回来 多半也是身心遭到剧创 夏老太还真不太担心 儿子是亲生的 是他身上掉下来的肉 儿媳妇永远是外人 就算王金贵平时和他住在一起 中风时照顾他 外人永远是外人 夏红霞倒是亲孙女 但夏家三个孙女 连破鞋夏小兰都能翻身 夏老太嫌夏红霞不给他正面子 夏家连孙子都有三个 丢了一个孙女不值钱 按公安同志的说法 女人被拐卖后会 夏老太心想 干脆别找到 免得找回家丢下家的人 红冰还有两个儿子呢 不缺女儿 大娟就是把老婆和女儿都扔了 才有了出门发财的机会 他家老三说不定就是被 王金贵和夏红霞给扯后腿了 等红冰像大娟那样发了财 还怕讨不到新老婆 呸 那个破鞋考上大学又咋样 和光打鸣不下蛋的刘芬一样 就没有享福的命 女公安看夏老太表情变来变去的 只反复强调一定要找到儿子下红冰 女公安也觉得心里不舒服 这样的老太太真是太狠了 没把儿媳妇和孙女当人看 为什么一部分女人反而是重男轻女的元凶呢 女公安不懂 派出所还是赶紧联系上 旁城那边把这个老太太送过去吧 乔永奎教授从京城到了旁城 乔教授今年五十多岁 是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 关慧娥和谢云等人 亲自去白云机场把乔教授接到旁城 刚好康伟也醒着 乔教授仔细替康伟检查 折腾了一个多小时 看康伟累了 乔教授才得出了初步的结论 手术做得很好 手术护理也到尾 送到医院的时间已及时 家属可以放心了 他出现后遗症的几率很小 乔教授的诊断 让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谢云眼眶发红 却忍住了没哭出来 康连明紧绷的肩膀放松好多 康伟真是命大 年纪轻轻的 就算抢救回来一条命 要有什么后遗症 也是遗憾 乔永奎教授的诊断 才是最好的强心计 康连明都觉得 是去世的大哥在保佑着康伟 他刻板严肃的脸上 难得能亏见一丝笑容 乔教授 让您费心跑这么一趟 康连明的手和乔教授紧紧握在一起 乔教授也不是被谁的权势给逼来的 听说这边有个病人需要帮忙 还是劣势的遗孤 能抽出时间来 乔教授就跑了这么一趟 他也没责怪 康家人大惊小怪 家里的毒渺渺 不放心也能理解 乔教授还加了一句 等病人情况稳定了 肯定要转回京城休养吧 到时候来找我复诊 不过应该是没有大问题的 谢云和康连明都对乔教授谢了又谢 乔教授反正过来一趟 这边的医院有几个情况比较特殊的病人 干脆请乔教授一起会诊 乔教授也没拒绝 还认可了康伟当时做的手术 说特区的医院做得很好 病房里只有康连明和谢云陪着 关惠娥走出来 我也要收拾收拾准备回京城了 单位上的事 家里的事 没几天就要过春节了 关惠娥不仅有工作 还是周国斌的太太 过年会有很多人到家里拜访 总不能全教增扫招待 刚才在病房里 大家都静静听乔教授讲话 夏小兰没插嘴 现在他要关心一下关惠娥 您坐哪天的飞机回去啊 我去送您吧 关惠娥拿眼睛瞧周成 周成心烦意乱的 有点想抽烟 我一会儿就会注定 他这个假拖得够久了 现在康违不仅醒了 连乔永奎教授都从京城赶来检查过 事实证明 康违的伤无大碍 周成没有借口再拖 夏小兰舍不得周成 当着关惠娥的面 他也不能撒娇啥的 心里有两个小人在打架 一个叫情感 另一个叫理智 情感上舍不得周成 理智上却知道 他和周成最近两次见面 特别是周成请假 陪他待了这么久的时间 本来是不符合纪律的 相比起其他学员 都不能和家人通信息 他能见周成两次 已经够特殊了 如果缠着周成不放 真的会造成恶劣的影响 经历过高飞的时候 夏小兰对部队 周成的纪律和风气 有了更深的了解 他不能让人对周成有意见 不能让上头觉得 周成是个儿女情长 不堪大用的军人 我和阿姨送你回住地吧 我们就送到渔村 不继续往前走了 他想周成 难道当妈的能不想吗 叫上关惠娥一起 虽然他和周成在路上 不能亲密 却是应该的 果然 关惠娥看他的目光更是慈爱 人和人之间 真是要相互体谅的 病房里 杜兆辉听说京城的专家 给康伟看完病 哦 那就是没有答案了 要有事 那个姓乔的教授 哪有时间去看别的病人 肯定要和康家一起商量 治疗方案 杜兆辉再狂妄 知道康伟没大碍 他也是松了口气的 杜大少爷没高兴一会儿 一个跟班又来说 阳城的派出所联系公司 要把夏大军的老母亲送来 说是他母亲到阳城就被人骗了 现在和其他人失散 只剩下老人家一个人 杜兆辉指着自己的脸 我长得像收容所的人啊 夏家的人也太乱七八糟了吧 夏大军就算要接家里人过来 不会挑个好时间吗